在耶路撒冷的十个墨西亚式行动和讲话 13. 最大的戒命 上文记载,不相信复活的萨道塞人 作故事来询问耶稣关于复活的问题 民众听了就都惊讶耶稣的道理 杀道塞人就闭口无言,表示他们无能为力 在耶稣面前他们无言以对 福音指出 法利塞人听说耶稣使杀道塞人闭口无言 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 法文说 师父,法律中那条戒命是最大的? 法学士就是研究法律的专家 法利塞人当中学问最高的一群 犹太的勒比经常辩论法律的问题 这一个是他们学习法律的一个途径 正常不过 而耶稣以下的回答也不带争辩的意味 而是认真诚恳的讨论 不过,庞伯指出这个法学士以下的提问是个试探 这样可能暗示他以为耶稣会废弃一部分法律 或者贬抑某一些戒命的重要性 因而与耶稣先前不废除法律的一撇或一画 这个声称相抵触 从而令耶稣尴尬 在马特福音里面 只有魔鬼、法利塞人和塞道塞人试探耶稣 而耶稣多次暗示或者直接引述圣经 将试探者击退 今次也不例外 耶稣对他说 你应全心、全灵、全意 爱上主你的天主 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戒命 这句话基本上引述自《生命纪》六章五节 你当全心、全灵、全力 爱上主你的天主 耶稣将全力改为全意 整体而言 心、灵和意象征整个人 换言之 一个人要圆圆全全地委身于天主 《生命纪》这句话 回向十戒中的第一戒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 除我之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另一方面 全心、全灵和全意 也都可以作独立的解释 旧约是天主的圣言 所以要心无习念的遵循 以自己的生命去实践 即使要以身殉道 而这个期间 整个人对世物或钱财的态度 也都要作相应的调整 耶稣跟着说 第二条与此相似 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 全部法律和先知 都係于这两条戒命 第二条戒命 回向《勒美纪》十九章十八节 不可服仇 对你本各人 不可心怀怨恨 但应爱人如己 我是上主 耶稣的真福愤言的结论 与这个戒命可谓 异曲同工 所以 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 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 法律和先知 即在于此 第二 只是代表次序上的位置 而不代表意义上的次等 与 什么相似 就是等于 同等重要的意思 所以 爱人如己 和爱天主两条戒命 同等重要 两条戒命 其实是一个整体 两者不可分割 爱天主和爱人如己 两条戒命 就是法律最基本 和最重要的要求 这个要求 没有取代犹太人的法律 而是清晰地表明 犹太法律的目的 全部法律和先知的要求 涵盖在爱天主和爱人如己 这两条戒命 其他的戒命 是这两条戒命的注释 和演绎 我们遵守一条又一条的戒命 无非都是为了 爱天主和爱人如己 其实 如果不是爱人如己 也都无法表达对 无形无象的天主的爱 爱人就是爱天主 因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 爱人就等于爱天主的肖像 马道福音很强调天主是透过其他人 临现于世的 耶稣在职务上就是天主的临在 正如耶稣所说 你们对我这些最少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所以